大家好 这门课是创作实物与反生性方法论 那在进入这门课之前呢 我想要做一些前情提要 那是关于为什么会有这门课的原因 我们从几个 在科技史上很重要的几个设计案来看 第一个设计案是帕罗奥多研究中心呢 他们在80年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设计研究 他们的主题是这个 Media Space 就是说 我们 现在用电脑用网络用的很习惯了 可是在那个年代是网络刚开始风波发展 然后各式各样的通讯的科技啊 产品啊 刚开始 好像有一种新的可能性的那种那个年代 那当时有很多关于科技的理论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比如说包括很著名的这个 网络时代的来临等等的预言 那他们在 研究中心的做了一件事 就是 他们把 视讯这件事情 这个东西呢 就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把他 实作出来 然后先不管这个东西 这个科技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 总之 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工作 然后设法把这个科技 尝试去 应用在他们的工作的情境里面 实际上视讯系统早在贝尔公司的年代 在电话线的电话的那个年代 就已经 出现了 可是贝尔公司他们 把这个视讯电话推到市场上的时候 遭受了很大的挫败 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使用者就是不喜欢视讯电话 那同样这件事情就 引发了很多人的这个关注 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 明明让人感觉可以 透过科技更便 而 带来更便利的一个设计 为什么在市场上会失败 这样 那所以帕罗奥多研究中心他们 在面对视讯同样这个议题的时候 他们的做法不一样 他们就是说我就把这个科技放到了我的工作空间里面来用用看 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用途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上面这个就是他们 做的一个 远距视讯的 一种一种工作的场景 可以看到有两个人在 一个地方 坐在一起工作 然后荧幕上显示的另外两个人是在另外两个地方 另外两个办公室里面 就像这样他们就是 尝试看看说 那我们这样远距工作的时候 到底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会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些变化 然后也发现了很多很重要的观点 第一个就是 科技 跟 这个 社会之间 他们的关系是 互相的 是 我们没办法说 从 某种 社会的需求就可以 马上得知说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技来 来帮助这个社会 并不是这样子 就是 当科技的出现的时候 他常常也在改变这个 这个 人的社会互动的本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 我们当代 比如说 在这个 设计研究 以及是人机互动的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会常 提到 比如说 CSCW 这个是 电脑协同 协同工作 这样的一个研究领域 就是从帕罗奥多 研究中心当时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研究 而诞生的 那包括视讯会议 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这种 比如远距互动 等等的一些概念 都是从那个时候 透过这样子的一种设计研究 而诞生 这是另外一个延续 这个media space的一个设计的概念 一样也是视讯 可是这个Russell呢 他就把视讯系统变成是 放到居家里 他来探讨说 那我在居家里面看 远距互动的话 又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所以他做了一个像这样子一个像窗户一样的东西 他是看到对方 视讯系统上 然后他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设计是 这东西像镜子一样 当你靠近你的 视讯萤幕的时候呢 你在对面 你的显现出来的这个 的影像呢 就会变得清楚 当你远离他的时候呢 你的影像就会变得很模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同样都是视讯的功能 可是他在 使用者的面前 实际上还是有很多设计的问题存在 包括比如说 设计的 这个使用的美感 或者说使用的这种 互动的方式 等等有很多很多设计的空间 需要去探讨 那这种探讨呢 就包括到 到底我们期望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他对于使用者来说 他到底是什么一种概念 到底是要做什么用的 他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种使用者的脉络之下 会被使用到 帕罗奥多研究中心做了很多很有趣的 这个设计案 那这是 接续在这个 MediaSpace之后 他们一个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roject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们把 艺术家 邀请到研究中心里面来 然后提供给他们工程师的 这个 技术 然后就来共同来创作 一些 介于某种科技产品跟艺术家作品之间的一些东西 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照片里面的呢 它是一个 一个音乐家跟他们工程师合作的一个作品 那个作品他其实有点像黑胶唱盘 那只是说他不是那种 传统的这种黑胶的技术 而是 他就把一个盘子上面刻上黑色白色 的间隔的图腾 然后让他旋转 然后旋转之后呢就有一支这个 感光的这个 唱壁 去读取 这个黑色白色他在 变化的时候的 的这个周期跟频率 然后就这样他可以把这个周期转化成 声音的音高 然后就这样他透过你看他照片上 四个这个唱盘 他们做出来一个电影里面的一个 配乐的场景 那你也看到 他 做的这个东西并不是只是一个 好像 功能性的一个物件 而是他有他想要营造的这个物件的美感在 还有他这个物件他同时是播放音乐的 他在想要传达出某一种情境场景的感觉 所以他们在这个 这个设计案 这个艺术家合作的设计案当中 他们想要探讨的事情是什么 他们想要知道说 有没有可能透过不同的思维方式 来打开科技的可能性 就到底 我们常常把科技应用来解决某些特定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都是在我们人的概念里面已经既有的问题 比如说 我想要 这个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视讯好了 我想要看到远方的人 或者是说 我想要 这个 听音乐 或者是我想要 照明 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 人类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需求 或者是问题 然后科技经常都是 在服务这些问题 好像想要解决这些问题 一样 那这个 艺术家合作的设计案 他们就想要 转换这种方式来思考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 我们人类是从某种美感的角度 来思考科技到底可以是什么样的一种样态 这是一个很 很重要的一个设计案 它开启了很多后 后续呢 我们在做人际互动的 设计研究的时候 的一些比较批判性的 或者是一些比较 不是那么 解决问题模式的那一种设计 这个也是菲利浦公司他们在 20 19 20世纪末21世纪初 的一个 设计案 Design Project 他们想要 尝试去勾勒 关于未来的 可能的 生活样态 所以他们做了一系列的概念设计 你可以看到图片上这是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是一个 好像胶囊一样的东西 它上面有麦克风 有这个 摄影的镜头 使用者呢 可以对这个 物件 来 说话 然后就他就开始 录影 然后 这东西就录在里面 然后这个胶囊 就可以放在什么地方 然后 当另外一个人 过来之后 他就可以 打开这个胶囊 然后这个胶囊 就会播放 之前的人 他所录制的这个 影片 还有声音 这个设计是1995年做的 你可以想象1995年那个年代 然后他们怎么样 怎么样去 想象未来的人类的生活 可能是什么样子 那这个东西 它在 我们当代在诠释它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说 它是一种 在引领 某 某种 人类生活概念的设计 这种设计呢 他不是在 想要解决某个 在当时 在1995年的那个时候 他们 所 人类所遭遇到的 困难 而是 他们在构思未来的生活 可能是什么样子 然后创作了一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 的目的 也不是为了 把它量产 或是把它商品化 或者是 把它 去开发它的功能 等等 不是 这个物件本身 它就是要讲一个故事 讲述 设计师 或者工程师 或者是 跟科技相关的 这些人 他们是怎么样来思考未来的 那这个物件 作为一个 文本 他的 目的是在 启发 在第一线 实际上 在从事 产品设计 从事商品化设计的人 来获得 一些灵感 说 来看说 未来的人 可能是什么样子 我们怎么样从我们 现在的 这一个 时代的 慢慢走向 未来 慢慢朝向我们所勾勒的 所这个期盼的这种未来的想象去前进 各位同学可能常常听到一个一个名词叫推测设计 这个唐恩跟Ruby 这两位设计师 英国的设计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实际上 Darn跟Ruby呢 他们在 2001年的时候就开始 有他们 非常具有批判性的 实验性的设计 当时他们把他们的这个设计的project叫做 Design NOAA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翻译叫做黑色设计 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呢 21世纪初大概是一个这个 科技蓬勃发展 开始真正蓬勃发展的年代 有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家电 各式各样的新科技进入到 一般 一般人的生活当中 然后被普罗大众 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们看到图片上这一个 Placebo Project 这个Project他在 尝试 探讨的一个议题是说 在这样子一种 科技蓬勃发展的年代 实际上 很多的使用者对于科技是 心存 怀疑的 比如说 那个年代我经历过 就是 那是一个什么年代 就是开始有很多 各式各样的 电器产品 有收音机 电视机什么等等 然后 人类开始怀疑说 那么多的 电器 那他所产生的电磁波 会不会对人造成 什么样子的 负面的影响 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怀疑 可是呢 对于这些 从事 科技产品的设计 跟制造的公司来说 他们不会去管这些问题 他们就是想把这东西推向 把它市场化 把它推向普罗大众 所以他们做了这一个 图片 他们做很多的设计 那图片上这个设计是其中一个代表是 有没有可能 我们设计出一个像是 防护罩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可以反射 这个 在家庭当中 各式各样的电磁波 然后使用者 他可能会在这样子的一个防护罩的后面 反而觉得 这是一个属于我自己 没有被科技 干扰的一个空间 像这样子的一种 讽刺性的 带有批判性的设计 所以他们就把这样的物件做出来 然后一样他就把它放到这个 设计师的家里面 他们就来 感受一下这样的物件到底 对于生活来说可以创造出什么样的一种 批判性的生活方式 好 左边这个图是刚刚我们看到 那个防护罩 然后右边这个图呢 他在这个桌上 还有很多的这个 那个什么 指南针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镶嵌在桌上 那这个指南针的目的呢 是说当有电磁波经过的时候 你看到旁边 有暖气 还有一个人拿着这个吹风机 他们是希望说当有电磁波通过这个地方 的时候呢 那个 桌上的指针会被 电磁波干扰 所以他就会 有偏转 那这样在这个空间当中的人就可以 有意识到说 现在的电磁波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你看到这个图片 他其实讲述很多的故事 他背后有各式各样 当时 所谓现代的这个 科技产品 好 那就 设计师在 你看有人在里面生活 然后 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桌子 然后来 让这些电器产品的 他们所产生的这个人类的所看不到的电磁波呢 可以把它显现出来 Gaver 他是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帕罗奥多研究中心 的一个研究员 他后来呢 开始尝试做一种所谓的这个荒谬设计 像这样的一个概念 你看到图片里面这是一张桌子 而且你要说他是一个 我们姑且称他是一个桌子好了 那这个桌子的中间的有一个孔 那这个孔的里面呢 实际上是一个 卫星拍摄的 空照图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东西 没有为什么 他就是单纯把科技 跟某些日常生活的物件呢 没有理性的把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这个桌子他提供的功能是什么 是当使用者 当这个桌面应该这样说 当这个桌面感受到压力的时候 你看到图片上这个 有一个人呢把手放在桌子上 压他的某一个角落 当这个桌面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呢 这个空照图 他就会往某个方向去偏移 就好像 你可以想像 好像是你自己是一艘太空船 然后在这个地球的上空 然后你可以透过压这个桌子 就在这个世界在那边漫游 像这样的一个感觉 他们也没有什么样特定的目的 他们就只是 想要理解说 关于 这个 视讯 这也是一种视讯系统 关于 卫星图 在 假如说我们把这个东西 本来不属于 日常生活的 把它放到日常生活当中 之后 可以带来什么样子的一种生活的 所是乐趣吗 或者是说一些什么生活的 新的形态的 感受 所以他们就把东西举事一样 就放到使用者家里面去 然后让使用者随便去用 你看到他照片里面就有使用者 在桌上堆了各式各样的东西 目的呢是为了从这个城市移动到另外一个城市去 就是这样子 这是Gaver后面 后面又尝试做了很多有趣的设计 那这里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是 他们尝试 把 居家环境当成是一种 自然空间 好像一种大自然 那怎么样去表现这个大自然的概念 他是这样想 就是我们 我们人类会对大自然有各式各样的量测 比如说我们会想要知道今天的气温是多少啊 然后外面的日照是多少啊 然后外面的这个 风向啊 风速是什么样子 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些 很 图片上看到这些很 很微小的感测器 然后是用来量测 家里面的这个 这一些 数据的 比如说左边 最左边这一个 它是一个像是 卷尺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它旁边可以拉出两条长长的这个 袋子 那 每一个袋子 每一头呢 都各自有个温度感测器 那就看到它在这个 这个东西的核心的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指针 那这个指针就会告诉你说 我现在两条 两条袋子两端中间的温差是多少 比如说我可以把一个袋子 放在客厅 另外一个袋子拉到厨房去 那你将知道客厅跟厨房之间的温差是什么样 我就好像把一个家里当成是一个自然空间 然后我们在这个 这个居家环境里面对这样的一个场域呢 做各式各样的自然研究 这样的一个感觉 中间这个也是一样 它是一个 感光的 的装置 然后下面呢有个孔 那这个孔呢会显示 过去24小时的光线变化 所以上面一不断的在记录下面不断的在重播 右边也是一样 右边记录的呢 是这个 风 呃 他把这个东西放在家里的某个角落 然后会感应 比如当人有走过去的时候 那 呃会会引 引起某种 微弱的气流吗 他们就在里面 装着这种微弱气流的感测器 然后呢 呃 这个东西一样 他会 呃 重播 过去24小时的这个气流变化 你就知道 我之前在这个空间里面的这个 风的改变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同样他他也没有什么样特定要把这个东西做某种商品化的目的 他就是在探讨说有没有可能 关于居家的这个空间的概念 可以透过某些设计的物件去 重新塑造他 好一样他们就把这个东西他们做了60个Prototype出来 然后就 分散到60个这个受测者的家里面去去给他们用 然后去看 到底会放在什么样的地方 你会觉得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这种感觉 好不预设立场 不企图解决任何问题就单纯 创造了一个物件 然后去看看说这物件到底会是 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到底让人会怎么样去理解他 好所以这个 启发了我们 现在当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计领域叫做 research through design 这样的一个 设计领域 就是说在这个领域里面呢 我们的研究 设计研究的目的 也不是focus在某个 被狭义的定义的有问题上 而是说我们跟 科技 跟场域 跟人 做各式各样的 沟通 对话 透过我们的 对于设计的想象 图片上是这个 秦梅曼 他是提出这个 research through design 的 设计师也是学者 他所构思出来的一个 关于这样子的一种设计 的一个 理论 理论架构 我们看到重要的是 左边的这一半 他的核心是设计师 设计师跟工程师对话 工程师提供 科技的可能性 那设计师则产生 产出 关于未来的科技 可以有什么样子的 可能性 来供这个 工程师呢 继续 推进他们的科技技术 第二个是人类学家 人类学家比较像是 这个场域的研究者 那 我们 会去想要从当中去设 去知道说 关于场域的状况 是什么样子 他同时设计师他也在 产出某些 物件 所以这些物件也在改变 场域的状况 所以这是一个 透过场域 来产生 关于人类的知识 还有设计之间的对话 这样的一个理论模型里面呢 也牵涉到这个 行为心理学 那行为心理学会提供很多 关于人类心理的机制 人类行为的机制 那这些机制呢 我们设计师也会参考他 到底人 可能 会是怎么样子的来 回应 这个动机 或者 回应动机 而产生行为 然后 设计师可以根据这些 理论的模型 来产生他们的设计 那一样 当我们把这些设计 放回到场域当中的时候呢 他就有可能去重新验证这些 关于人类行为 或者是心理动机方面的理论 所以设计师变成说 在 当代的设计研究 当中很重要是 他对于 科技也好 对于人类的知识也好 对于心理也好 都在 扮演一个 理论 或是技术 跟 实际的 世界 产生对话的一个 桥梁 那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设计师他所做的设计呢 就没有办法 像是我们 原本 所 期望 或所想的 或者是 所 认为那样是 为了商业化 而做的设计 设计师做的设计 必须是为了 对于这些 知识领域 去进行 探讨 而做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模型里面 中间 设计师的右边的这边是 就是设计师所产出的这些 实验性的 或批判性的这些设计物件 那这些设计物件呢 进而 才能够 对于在第一线做这个产品化或商品化设计的设计师呢 作为他们灵感的参照 或者说作为他们思考的一个全员 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前大前提之下呢 我开了两门课 那这两门课研究所的课 那第一门课就是这个 人文体验与科技设计 第二门课是 就是我们这学期在上的这个 反生性方法论与创作实物 那这两门课就刚好就是 整个 关于research through design我认为所应该包含的两个 两个核心的部分 左边的部分呢就是关于我们怎么样去产出这个设计的部分 右边的部分就是我们怎么去反思 或是从我们的 的设计实作当中去建构 属于设计的理论的部分 那这两门课 因为这个太大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包在一个学期的课里面完成 所以把它拆成两门课 那这两门课的先后顺序其实也没有一定 我们可以 先从左边开始再到右边 从右边开始再往左边 没有关系 好所以 这就是我们大概整个清晴提到的部分 那 我们这一学期要着重的部分呢 就是关于 我们怎么样去反思 我们的 设计的实物 然后当中呢 去获得知识 然后产生出你的设计理论的 呃的部分 这样 OK大概是这样子 下面有了一些 关于我刚刚所做的一些说明 好那关于 反思这件事情 反生性方法 呃 我们要探讨两个问题 就这个 这一个 呃 反生性这件事情呢 他在探讨的是有两个很很核心的一个 呃 对于设计师来说很重要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 呃 到底 设什么是设计的专业 你可以想象 呃 或是我们其实经常也看到有许多 这个 不是设计系出身的人 呃 他也可以做设计啊 我我我今天任何有这个画图的能力也好 或者是手作能力也好 任何人 好像都可以做设计 设计似乎是一种显学 那所谓的这个 专业的设计 到底是建立在什么样子的一种基础上 就是设计作为一种专业他 本身所需 必须具备的素养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是 呃 我认为是每个设计师都都不一样的一个问题 那反生性方法就是在 呃很重要的是要要帮助各位去建构这样子的一个 呃去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能够回答这样的问一个问题呢 你才有办法 呃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去建议建立你自己的专业性 或是你专业信心 第2个问题是什么 第2个问题是 呃 我们设计 设计师经常有一个 呃盲点 是我们 当我尤其是当我们想要透过设计去解决某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盲点 就是我们经常把问题看成是某一种 呃单纯的 或者是可分析的对象 那他把它分析开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好像算数学一样 然后一个一个一个去解决它 可是实际上在真实场域当中 的问题经常是错纵复杂的 那设计师 呃 我们的任务当然就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要放在放在这个实际场域里面去给人用嘛 那么设计师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实际场域里面的错纵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就是反身性方法论里面的一个呃呃呃呃呃 怎么样可以在进行设计的时候 或甚至于之前 我们能够比较有效的 去掌握问题的复杂性 知道说设计的极限 到底在什么样的地方 然后保持开放的心态 去接受实际状况 所回馈给我们的一些问题 或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设计的缺点是什么地方 那培养这样的一种开放的心态呢 我们才有办法说 能够去接受这些 我们所看到的评论也好 或是我们做出来设计 所面临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才能够去真正的去了解它 好 所以这门课的教学的目标 大概是以下这三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各位同学去 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设计专业的素养 第二个是我们期望让各位同学去理解所谓的错证复杂的场域问题 第三个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门课里面去至少体验一次 就这种反思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那希望这个对于各位同学之后在执行设计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帮助 好 我们来看一下来开始谈论这个关于反思跟反生性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这个实验 老鼠走迷宫 然后去找到迷宫里的食物 这实验里面会是这样来设计 就是它会让这个老鼠不断的从同样的一个原点 然后去找到那个迷宫里面的食物 然后它不断的重复 然后实验就会看到一个结果 就是老鼠找到食物的时间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 它会记得找到食物的那个路线 然后会去就是变成它的一个记忆 然后会去尽可能说优化这个找到食物的这个路程 作为一种动物 这是一个一种功能性上面的一种表现 就是它完成它的目标 然后它在它完成目标的这个 performance的表现上呢 会不断的去优化它 那这个东西就跟我们当代 尤其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AI 其实很多东西基本上就是一样 就是AI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看到左边这是一个 寻找最短途径的一个演算法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演算的模型 它怎么样从起点到终点当中 透过演算的方式可以找到最佳解答 都是这个都表示说这种 关于目标跟performance 的这样子的一个面向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里面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是老鼠它有一个动机 它想要闻到食物的香味 然后想要吃东西 然后它采取行动 开始去走迷宫 然后最后它得到食物 好 这个就是所谓我们有一个行为 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流程 这表现在动物身上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们今天要想的是 在人的身上也是同样的吗 过去这个问题可能不是那么被重视 可是尤其我们到当代AI出来的时代 这个问题变得非常重要 因为假如说人跟动物是一样 就是就我们刚刚讲的很单纯 这三个步骤的话 那实际上AI也做到同样的事情 那问题是人跟动物之间区别在什么地方 什么是人类的目标 或是什么样是比较是属于 人类的这种performance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行为当中 关于动机的部分大概有两种 第一个是人类也有生理需求 我们也会饿 我们闻到东西的香味也会想去吃 第二个是人类会想要获得意义 这个是动物可能没有的 我们会想要去完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意义不是 不是某种利益 而是对我主体本身 我认为我自己主观上 我认定的事情 这个是人类的一个特性 然后在action 在行为的部分呢 有所谓的这个技巧跟这个操作 这个大概跟动物没什么区别 我们人类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在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发挥我们的技巧 然后我们就开始 有这个操作的经验 再来是事后的这个后果 动物就是把动物 把那个起司把它吃掉了 那人类呢人类会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会去意识到这个后果本身 就是假如我们一样在走迷宫吃那个起司好了 我们会知道我们最后 得到了那一个食物 我们有一个impact 就是我们得到了什么东西 有具体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食物被我们吃掉了 第二个是我们会意识到 我们自己自身发生的变化 动物不会 动物它就开始走 走这个迷宫 然后一直走 它不知道自己走的时间越来越短 总之它自己就是想办法要吃到那个食物 可是人类呢人类会意识到自己的transformation 我们会注意到自己改变 自己发生改变 就是这个是反思开始诞生的地方 就是我们会注意到 我们自己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 那所以呢人类也会开始思考说 那我们刚刚是怎么样做这件事情的 我的skill如何 我的经验如何 好然后我们也会回去再回去问说 我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到底满足了我什么样的需求 或是说它对我而言产生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意义 好所以这个是人类的反思 反思性 这个是我们认为跟动物全然不同的地方 那这个实际上也是目前所有的AI都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它去体会到 我的演算法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这件事情 这个是AI做不到的 那我们认为说这个反思这件事情 是人作为人很特殊的一个能力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假如我们把这个时间走化上去的话 人类的反思可以有三种 第一个是事前的 我们从最后开始说 第一个是事后的 就是我们做完一件事情之后会像我刚刚讲的 会去反思说 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有什么样的改变 然后我怎么做的 有没有满足我当初的动机 跟对我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人类在执行这件事情的当中 在当中的这个阶段也可以有反思 这件事情也是人类的一个特性 就是我们在 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我们一边设计 也会一边在思考说 我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解答 到底对于最后所发生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会去预先思考它 然后在这个预先思考它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设计呢会不断的被优化 说这样子的可能可能不好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改 我们不会等到这个设计整个做出来 然后失败了之后才去重新设计 不会我们会去预先去思考它 这个是人类在行为当中的反思能力 当然人类也会在行为之前有反思 就是当我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很可能会去思考说 到底我的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有意义的吗 等等 所以所以这个 Sean这是一个设计理论理论家 他在他很著名的书 这个Reflective Practitioner 反思的诗作者 这本书里面 他把这个三种反思 就把他这样子列出来 Reflection on action Reflection for action 跟Reflection in action 然后他透过右边这张图 Asia他的画作 就是两只互相在画对方的手 来说明说 人类在企图透过行为去改变 是这个对象的时候 实际上也在重新塑造自己 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人类对于这一件事情 是有意识的 好 这个是反思性的本质 好 所以这个大概是关于反思 的一个开场 那我想我们就先来看 我们这学期怎么样规划我们的课程 然后怎么样来尝试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设计 可以达到我们刚刚提到 希望可以在这个课程中 让大家获得这样子的一个 反思的体验 我们这学期的课程是这样设计的 就是我们这第一个礼拜 是这个introduction 然后我做了一个尝试 是我们这学期呢 我们会先做设计 跟别的课不一样 我们以往的课都是 我们先做很多的理论探索 或什么等等 最后才有一个设计作为成果发表 我们这一起做一个 大胆的尝试 就是我们先做一个设计出来 然后给各位同学 二三四五六七八 七个礼拜的时间 来完成这个设计 设计完之后呢 我们才开始进行理论的部分 就是我们会有 大家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文章 会派给各位同学来做阅读跟探讨 在这个阅读探讨当中呢 提供给大家一个去反思我们前面所做的这个设计的一个时间 然后最后两周呢 是给各位同学来做这个发表 就是你的设计的发表 还有你整个反思的一个成果这样子 好 那设计的部分 就第二桌到第八桌的部分 大概流程会是这样子的 基本上就是这六个礼拜 就给各位同学做设计 那这个设计出来之后 你会有一个物件 好 会有个物件 那这物件会被放在场域里面 然后呢 我们进入到九到十六周 开始阅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开始进入到各位同学去反思 一方面我们希望同学 透过我们给大家的这些阅读的资料 来有一些灵感上 反思的灵感的启发 那重点是 我们希望各位同学开始去 对于你们之前所做出来的这个设计 来有一些反省 去想想看说 当初我怎么做这个设计的 那这设计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有没有符合我一开始的设计理念等等 那这个九到十六周的过程当中 各位同学也是可以 不好意思 开始 redesign你的物件的时间 就是 你有 七个礼拜的时间 去 把你的设计去做改良 去做设计 然后去满足你在反思当中所产生的这些 可能想要把设计做得更好的点子 这样子 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 我们再过来对于这些反思还有redesign的过程做一个反省 好 那在这个设计的前面这七周的设计里面呢 我们又是这样规划 好 然后大概这样 我们会给各位同学一些资料 所以你各位同学不需要亲自去调查研究 然后呢 我们会带各位同学去场域里面漫游 我把这个称为stroll 就是去那边漫步去体会那个场域 然后呢 呃 从这当中你去 你去搜集 去找到你想要 呃实作的题目 然后去把那个物件创作出来 然后过程当中我会一直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好 这大概是我们前面七周在做这个设计实作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是一个快速设计 呃 可以算是一个快速设计 好 就在七周当中你要完成一个物件 包括 概念 然后到把那个设计的呃 呃 原型把它制作出来这样 好 那这门课我们怎么样来做各位同学的评分 好 好 那原理上是这样子 就是你的设计物件呢 占你学习成绩的40% 好 然后我们中间有阅读跟讨论的这个表现呢 也是40% 呃 40% 好 然后你最后的发表跟你最后的这个 我们会要求各位同学写一个 呃 一页的这个简单的报告 好 一个 呃 这个是有点训练各位同学来做一些比较理论性的建构 好 像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练习 这个部分呢 算你的成绩20% 好 然后成绩的这个分数呢 呃 是 我像我右边这样打 有有有有 原子上有四个等级 好 那各位 因为这个是研究所的课 所以 呃 你必须70分才算及格 好 所以 呃 大概是 像右边这样子的 就是你的表现如果普通的话 好 就一般水平的话就75分 那如果是好的 那就是85分 那表现很优秀就95分 这样 好 那关于这个 呃 reading的部分 好这个稍微 所以我又把它细分了一下 呃 因为 reading 跟讨论呢 呃 有一个状况是每个同学你们 呃 所选到的这个阅读的文章的难度会有不同 所以我会根据呃 你对于这个文章的理解的程度 还有包括这文章的难度本身呃 呃 来做一个评分 这占百分之二十 然后另外呢 各位同学必须在你的讨论当中呃 去带领全班同学来对于你所阅读的 这个文章的主题来做一个探讨 那这一个讨论的过程 就你怎么样带领大家来做这样的讨论 这个部分占另外的百分之二十 所以呃 重要的不是只是你能不能够阅读这个 理解这个文章而已 而是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文章真正理解 然后把它变成是可以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议题 好 所以这个各占百分之二十这样 好 那这一这门课呢 是呃 可以让各位同学teamwork 呃 设计实作的部分 原则上我们希望大家分组 哦 然后每一组的成员可以三到五个人 那你若小于三个人也没有关系 只是呃 对呢对于你来说可能你的负担会比较重一点 我们期望各位同学的这个设计的实作是呃 有水平的 就是不是呃 随便做一做就算了 因为你毕竟这东西你要放到场域里面去 所以那个实作的呃 需要一些技术 所以呃 可能各位同学你在选择你实作的partner的时候 你们可能就要呃挑选一下 你要找到可以能力跟你互补的人 有些人可能比较擅长技术 有些人可能比较擅长表现 那这个你们就要呃 来互相来讨论一下 诶 你你你你你 呃 呃 擅长做什么啊 我擅长做什么啊 大家来互相呃 合作这样 阅读跟讨论也是分组 那呃 实际上不会一到两个人啊 就是我们大家 我把书单开出来的时候大家会看到 就是每一篇文章的长度不一样 那呃 呃 原则上每一个人你大概会需要有10到15页的阅读量 好 英文原文的阅读量 我们大家会继续来讲这个部分 那原则上这就是你的teamwork 好 那那最后你的那个 呃 essay 就是你的报告的撰写 呃 基本上你一组出一篇就可以了 好 所以你可以想象你你三到五个人 你要出一篇最后一页的一个报告 那这篇报告我当然会期望他的写作的品质是好的 这样子 好 那这个学期我帮大家设计的一个主题 呃 这个主题是文化与科技的景观 呃 landscape 那这个主题会牵涉到文化 牵涉到科技很明显 那实际上这个landscape呢 这个这个景观呢实际上代表就是那个场域 好 什么是一个这个landscape 什么是一个景色 一个地景 我们把它称为地景 呃 呃 这个是我们看两个两个案例 呃 这来第一个案例是在贵船口 在京都的北边 贵船口呢 你可以看到它距离都市大概是一小段车程的距离 好 然后它基本上是在山上 在一个比较偏向的地方 然后呃 熟悉日本文化的同学 可能就知道这个贵船神社是很有历史的一个 呃 一个一个 宗教相关的一个地点 那贵船口就是 呃 你你搭乘大众运输所能到达的的点 然后从这边再上去贵船神社这样子 在贵船口这样的地方 你会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地景 你可以看到 有山上的这个树木 然后 呃 你这个树木呢 你会就像这个是大自然 然后这个大自然里面有它的景色 包括这个树的代表的海拔高度啊 呃 还有这个 它生长的植被的状况啊等等 左边这是一条溪流 那你也看到 呃 有水这样等等 可是同时呢 你也会看到一些 呃 不是属于自然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 马路 人类之所以可以看到自然 就是因为人类走到了那个地方去 所以它一定会有一条路径是 人类走到那个地方去的 的 的那个 呃 呃 媒介 那就是道路 然后再 再来呢 呃 人类既然走到那个地方 那就有可能在那个地方 有 居民 那所以就会有民生的需求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图片里面 呃 有这个 电线 好 然后有这个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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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水的这个 呃 坡道 它不会让这个马路就这样坍塌下去 它不会是一次性的马路 而是可以让人这样来回 呃 出入的 那既然有有有道路 有人 然后有人会来往 那么 那么 就会出现比如说像这个 呃 道路的指标 或者是像左边图上这样看到 有这个大宗交通运输的这个一个指示牌 所以所有的地景都会跟呃 呃 人的 人造物 或者是物件 啊 一定会夹杂在一起 那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看到这些人造的物件实际上 实际上背后 它代表的都是某一种科技 可以理解吗 比如说道路它一定是有柏油路的科技 它才有办法把道路铺成这个样子 电 很明显它就是一种 呃 现代科技的一个基础 电力 好 那这个大宗交通运输也不用说 它也是一种现代科技所产生出来的一个 一个产品或服务 同时也有 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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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景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呃 旁边有这种神社 这个神社很有趣 它呃 你如果只是在那边走过的话 呃 经过的话你不会看到它 你如果可是你如果停在那个地方去找 你就会看到有个楼梯 然后这楼梯爬上去 哎 原来这里是一个一个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神社 或者是你如果再仔细留意看路边的树木画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石头 上面刻着这个 呃 这个 鬼一法眼 鬼一法眼 这个是 呃 日本 呃 平安时代的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就是 一个 一个有点像 呃 中国历史里面的鬼骨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神秘人物 有这样的一个一个石被立在那边 然后告诉他说这个是 传说中 这个鬼 呃 鬼一法眼 呃 曾经 呃 出没过的一个遗迹这样子 好 这个是在往往到柜船上面去的 这个你看这是溪流 然后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人造物 这是呃 一整片的竹篮 呃 竹脸横跨在这个溪流上 那你有去过这家同学 你就知道这个竹脸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餐厅 好 他这个是在把餐厅盖在这个溪流上面 好的一个一个人造人造的一个场景 所以看到人类同时在利用这个大自然 好 然后同时这个大自然呢 呃 因为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人他才让人类想要去这个地方 呃 做出像这样子的一个 呃 这个水上餐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所以呃 自然跟人之间怎么要产生透过这些物件产生对话 好 这个是我们在为这个地景来做设计的时候 我们呃 所感兴趣的 好 第二个呢 是我们台东 呃 加入兰海岸 欸 那我先暂停一下下 我看一下 呃 好 路里没有问题 那我们继续 呃 呃 在加入兰海岸呢 一样 他的地 他的状况也是跟刚刚贵船差不多 他在台东的这个都市的呃 呃 距离他有一小段路 好 所以比较偏交的地方 然后啊 你看到有这个道路连过去 好 然后实际上应该也有这个大众交通运速的呃 工具可以到达了 好 那么看也是这样看一下像这样的一个一个比较 所谓偏乡的一个偏僻的这个近郊的地景是什么样子 第一个他是海岸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属于海岸的地景 有这个上海边的植物 然后有海边的这个呃 呃 卵石 然后有沙滩 好 等等 可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人类的呃 造物 比如说这个救生圈 好 因为人类会到这个地方来 那因为有人会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有人就是会想要跳到海里面去玩水 啊因为有人想要跳到海里面去玩水 所以有人可能会 有人可能会溺水 好所以就会出现像这样的东西 好 好 同时也是同样的一个地方 好 有有有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海岸 那有这样的一个景色 就会让人想要去观赏它 好所以就像这样子的一个呃 呃 望远镜 那这个望远镜也需要去维护它嘛 所以这是一个投币式的好使用者付费的望远镜 好 你可以看到他就设置在海岸边 好 那旁边也有这个座椅 他像已经变得比较像是一个呃 休息站一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景点 好 那很有趣的是看到像这样的一个艺术装置 好 你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很可能以为这是海边长的一种很奇怪的植物 好 可是实际上不是好 这是一个人造的艺术装置 这个艺术装置是什么 好 当然我们可能第一 第一 第一会觉得好像是一种艺术创作 对 它是一个艺术创作没有错 可是实际上这是一个柵欄 它在警告游客不要去跨越它 好 它自己把这个地方围起来 然后因为在过去这个 呃地面呢 它是比较靠海 然后有坍塌的危险 好 所以它做了一个 呃 艺术般的柵欄 然后来告诉大家说 你要小心不要不要跨过去 可是大家也可以想象就是假如说你真的到了现场 你一定会想要跨过去 想要跟他拍照 对不对 好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呃 因为地景而产生某些某些功能性上的需求 所以我们创造了某些东西 那创造某些东西当中之后也改变了人 呃的行为 我们不会单纯只是把那个东西 呃 如它 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去使用它 而是 会去跟它对话 而是会去做出一些 呃 呃 设计者 预料之外的事情 好这是海边的另外一个艺术作品 这当初是一个艺术节 然后这是一个原住民的作品 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也会有像这样的一个人造物 这是什么 这是休息站 洗手间 没错 有人会下来看景色 那因为这个地方离都市很远 所以呃 我们也可以想像人到这样会想要上厕所 对不对 那想上厕所玩想要干嘛 哦 就想要买饮料 所以他们就会设置贩卖机 好 这东西都是某种在场域里面所 因为场域的存在 所以呃 人 会进入进 进到这个地方 那因为人进去 所以他有某些需求就会出现 那因为需求出现 某些科技就会进来服务这些需求 就会有这个贩卖机 我们可以看到这贩卖机里面卖的饮料也很有趣 就知道 哎你是开车过来的 所以 哎你要 小心驾驶 不要让你睡觉这样 好 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看到 大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一个 架构 从这两个例子当中 可以看到 第一个有自然 自然界存在 然后有人类进到这个自然界里面去 那所以就有所谓的这个地景的概念出来 人类会觉得某些景色是漂亮的 人类会想要进去某种接触自然的地方 好那所以 因为人类想要进去 进到自然里面去 所以人类就去创制出 呃某些物件 比如说道路 比如说休息站 好 比如说大众交通运输系统所需要的一些道路 耗制啊等等 那这些东西背后 第一个代表的是 呃 第一个牵涉到的是 人类到底拥有什么样的科技 那这决定了人类可以创造出什么样子的物件 第二个呢是 呃 这些物件怎么让人去理解它啊 它会产生某些意义 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呃 呃 那个什么 那个柵栏的例子 好 人类怎么去理解它 这是一个艺术品呢 还是是一个柵栏 或者是说 呃 当人类进入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呢 也有所谓的文化问题在 像我们刚刚看到神社的例子 在这样的一个一个自然里面 就会觉得人就会觉得 这好像有某种神灵一样的一些 呃 对象存在于这个存在于在这个自然界当中 好 那这个这种这种概念就与 就跟这个人的文化有关 所以就产生像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一个架构 就是有所谓呃 物件的意义 物件背后代表的文化 还有物件背后所代表的科技 好 好那所以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 我们怎么样去创造 这一个物件 好来跟我们呃 所进入到的这个自然 大自然 或是我们所看到这个地景去跟他们对话 然后呃 这个物件呢 我们会去呃 关注它的意义是什么 它背后的文化是什么 还有我们人类到底可以使用的科技有哪一些 好所以这个是这个学期我们所设计的这个主题 好这个设计的主题 然后这边帮大家把这个脉络勾勒出来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呃 进到这个呃 呃 场域好我们这这学期选的场域就是地景 好去就是因为呃 在这个里面 它有跟呃 呃 科技的也有跟这个比较文化的 也有跟这个人类意义性的好东西都有都有呃 呃 关联 好 那我们这学期的这个 地点在哪里呢 一样我们 呃 呃 防照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案例 我们选择的也是一个 在都市 距离都市有一段距离 好 然后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空间里面 好 那我们要先来介绍的这个是呃 我们所选择的这个呃 主题是 玛雅各之路 呃 玛雅各之路这一个主题实际上是 呃 我们成大 都记系老师 呃 张秀茨老师 还有这个自工系的 这个 杨老师呢 他们一直在经营的一个路线 他们去挖掘这个玛雅各 他是一个英国传教士 他在清朝的时候来到台湾 然后在 呃 呃 高雄啊 台南 后来又到了淡水 呃 传教的一些 呃 历史记录 然后 他们去做 呃 一些 这个 呃 实地的访查 访查这样 呃 右边这个图呢 是 呃 游泳福老师 他也是在这个议题上 呃 就是 生根很久的一位 呃 前辈 他 所整理出来的 他 尝试着把这个玛雅各 他当初 来到台南 齁 然后进到山里面 传教的这个路线 把它 找出来 他的故事大概是这样子的 好 这个故事的部分 我们有留这个呃 线上资料给各位同学自己去阅读 大致上是这样 他来到了台南 然后你可以想像当时是清朝 然后台南台南是就是台湾就是呃最重要的一个城市 但是 他来到这个地方呢 呃 想要 川教 然后可是 你可以想像这个 汉人不理他 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 汉人的文化 这个 呃 有他自己的一套 所以不太理他这样子的一个 一一一一种状况 所以他就没有 在台南 川教没有成功 所以他就 就往山里面走 然后 一直走走走走走到这个巴马 巴马社 还有这个钢子林 就是我们今天 呃 佐证这一代 发现 诶 当地的 呃 这个 希拉雅族 呃 比较好客 比较对于外来的文化感兴趣 所以就 比较容易接受了 玛雅各的传教 所以 他在 我们现在到那个 这个 钢子林那个地方呢 呃 还有一个 教会 呃 教堂 就是他当时来传教的一个据点 然后他这边扎根了之后呢 就一路又往山里面走 走到木栅 好 然后走到这个 访寮 一路走走走到 山里面几乎到这个甲仙 好我们今天的甲仙大概在这个位置 好上面再往上一点点 好然后 又又又回来 这是他的在 呃 他在这个 呃 台南这一带的传教的这个路线 我们在Google Map上 我们也尝试去把这个路线好把它画出来 大概可能 推测 可能是长这个样子的 好 有一些路线 呃 跟我们现在所开的这个道路啊 好是 一致的 那可有些路线可能是有点断掉 好我们只能推测 好大概是 可能是什么样子 那这个沿路上 我们也找到几个 呃 教会 可能是他当时 呃跟他的传教有关系 那所以我们这学期大概是这样 哦好 这里我我我我我们把这个路线在台湾 呃 全地图上面画出来 你可以看到他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走了很远的一段路啊 好 好 所以我们这学期 呃 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会带到带大家到这个佐证 好 那呃 上学期有修体验设计课的同学 你们呃 也有来到这个佐证好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做这个 呃 大学USR计划 那这个是我们的 呃 研究领域好就佐证 呃 内门 还有这个龙旗好 这是这 呃 这一个区域好 这是我们的地盘这样讲 好 我们带大家到这个佐证 然后去看当地的地景 然后同时呢 呃 我们提供一些这个关于马亚各 还有另外一个在马亚各之后来到台湾的一个英国摄影师 汤姆森 呃 他在这个地 这个地区呢留下很多摄影的 的照片 好 那提供给大家当做一个背景的 就我们刚提到关于人类知识的 的一些人类学知识的一些 呃 基础 然后呢 我们期望各位同学的创作就是 针对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呃 我们会带大家到这个地方去漫游 或漫步 然后在当中 也许你可以找到某一个地点 或是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呃 一个 脉络 然后 呃 来作为你创作的主题 那你的创作就是 针对那个地方 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就要放到那个地方去 让它 永远放在那个地方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 呃 我们可能之后要跟大家 给大家 各位同学呃 巧一个时间 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 大家有 有 有空 呃 可以一起过去到这个地方去 去走一走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是我们之前走 玛雅各之路的时候的一些 呃 采集的一些照片 你可以看到右边这个钢铃教会 就是 呃 当初玛雅各他 呃 所待过的地点 好 那早期的建筑没有这种漂亮啊 以前就是一个小小的草房这样子 好 那左边你也看到在我们 那 那条路上啊 有很多的一些 呃 建筑 哇 那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是这个 比如像这种 这也是现代人盖的啦 好 用竹子做的凉亭 好 这个再往 呃 深山里面一点走 一样我们就会看到 同样的状况就是有自然的地景 然后也有人为了进到这个地景里面 而 呃 做出来的这些人造物 那只是说这个地方比较特别的是 他还没有什么样子的开发 那所以 有很多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来提供给各位同学来做想象 来作为创作的这个起点 好 所以在这个呃 设计的部分好设计主题的部分 就前面这七个礼拜我们要做的这个设计呢 就是我们希望 呃 创作一个物件 那这物件是为了 来到这个地方 的人 还有这个地景 而做的 好然后呢 我们会把把这个东西就安置在当地 好然后让人可以 感受到你的物件跟这个地景之间的关联性 好 然后呢 我们就会去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呃 这样的一个反思 然后去看看说 诶 到底我们的设计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意义 好 然后 在这个意义性上呢 去 呃 做这个 设计的改良 跟优化 好 呃 设计的部分大概就是 就是这样子 那 这里有一些 呃 网站资料 好提供给各位同学 那这一个网站是 呃 读机器杖秀茨老师 他们 整理的很完整的一个 一个 网页 好上面有关于 玛雅各跟汤姆生 呃 他们的 呃 很多的记录 还有资料 还有 还有各式各样资料的 汇整 这样子 然后 那这边有另外有几个这个网路的资源 这些都是一些 报导 然后 呃 欢迎各位同学去点开来 呃 看一看 你如果 试试看这个影片的同学 你可能 你就 把这个字 去Google里面搜寻 就可以找到这些 网站 去看一下 然后 你看过之后 我们再去走那段路 你就 比较有一种感觉 就是 诶 我这个 传教士 走路 走到山里面去传教的这一种 呃 这个属于基督徒的他们这种狂热吗 或是他们这种愿景 齁 这样子的一种感受 好 这个就是我刚提到游泳福老师 好 他在 呃 这个地方生根 然后他会整 他说 他 他的这个多年来的研究所写的书 叫寻找汤姆生 那这本书我们也会有 这个我们已经定了 那到时候也会提供给各位同学来做参考 好 然后最后还有一些资源提供给大家的是 呃 我们邀请各位同学来这个场域里面做实作 我们会提供 呃 这些资源给大家 第一个是 每一组 好 那我们提供你 呃上限五千块的这个 材料费 好 就你如果要做什么样子的东西 我们有一个经 经济上的资源 好 这样子 呃让各位同学可以比较放胆的去做你想要做的这个物件 这第一个 好 有很多小朋友提供给大家 好 然后原则上每一组以五千块为限 那当然如果情况特殊 呃 呃 比如说有其他组别没有用到那么多钱 然后某一组 你做东西比较特别 需要比较多钱的话 那我们可以之后再来讨论 第二个是我们还是欢迎各位同学 呃 来做一些比较互动性的一些设计 那这不是强制 好 因为这门课我说过就是我把课切一半 那呃 比较互动性设计 技术部分是放在另外一堂课里面来教 那这堂课里面 呃 我这里提供一个网站连结 这是我的那个 Arduino的 入门课程 那虽然说入门课其实也 你如果真的全部学会也 也蛮多的 那这个可以提供给大家 来使用 然后你如果有兴趣学 呃 这个这个连结里面都是线上课程 然后你也可以到我这边拿这个材料 材料包 那这个材料包 呃 没有办法免费给同学 因为这个到时候就会是 呃 你的这样子 那这个材料包我们这边也有 帮各位同学配好的 这保证比外面买的都都便宜 因为我们就是直接去仓库里面跟人家 呃 一个个一个零件来买 所以我们的这个材料包很便宜 然后东西又很多 好 再来我们有3D列印提供给大家 来做原型制作的时候的 呃 使用 你如果要印什么东西 我们这边可以 这个PLA材质的3D列印 可以提供给大家 好 然后再来是 我们跟台南市族会 呃 有一些联系 然后当地呢 呃 我们之后课程里面还会继续提到 就是当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作物就是竹子 所以假如各位同学你想要用竹子 这个材料来做你的设计的作品的话 呃 我们可以帮大家拿到各式各样的竹子的材料 包括你想要什么样的尺寸的竹子 好 然后你想要比如说竹面 就就是边竹篮的那种 呃 一条一条的扁平的这个竹面 呃 我们也可以拿得到 呃 你要竹子的叶子 呃 也有竹子的竹枝 呃 那个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就是这个这个材料是可以提供给大家 好以上是关于设计的部分 就是我们这个学期的前半学期要做的事情 后半学期要做的呢 就是一方面各位同学开始 开始反思 开始redesign的作品 呃 同时我们会给大家这个 呃 阅读的文章 那我们这一学期帮大家挑的文章呢 是从这五本书里面来的 好那 呃 呃 每一本书里面可能就只只挑了一篇 齁 然后来给大家做阅读 因为 呃 嗯 整本书的分量还蛮重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选 好会选 选给大家来来来选读 这样子 好我们跳的篇章是这一些 呃 这些文章呢 我们也会到时候有 答案 呃 不要说答案好了 我们会有copy copy好像天然也不太好 呃 反正这会提供给各位同学 所以你也不用烦恼 呃 你要烦恼的是 呃 这些文章我们必须分配给大家 然后让大家来阅读 你可以看到我后面每篇文章后面都标注了页数 那我前面也说过原则上每个人的阅读量大概在10到15页之间 好 然后 你看到有些篇章后不到10页也没有关系 总之 比如说像第一篇 好 这个 呃 Borkhart写的这个 Why is landscape beautiful 这是 呃 这个文章 呃 它就有8页嘛 那基本上像这样子的一个分量就适合一个人来负责 好 那第二篇 呃这篇文章有21页 那原则上我们大概就可以想像 大家可以想像说 这篇文章可能需要两个同学来阅读 那第三篇 有56页 好 那就呃 可能会需要六个同学 或五个同学 这样子 原则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要看这个整个课程修课的同学的人数 好 来决定说我们到底全部可以读完多少 好 那可能没有办法全部阅读完也没有关系 总之 这些文章呢 是提供给各位同学 那他们都是写的很好的文章 都是跟 呃 我们刚这个 都是跟这学期的主题有关 跟反生性有关 跟地景有关 跟文化与科技有关 好 那这些文章只是呃 提供给训练同学呃 阅读的能力 好 那一方面也给提供给各位同学做一个呃 反思的一些刺激这样子 好 然后关于阅读 这里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呃 呃说明 呃 然后扫描之后用文字辨识 辨识 辨识成电子档之后呢 他就把它放到Google翻译里面去给Google翻译 呃 然后报告的时候就把Google翻译出来 其实我拿出来念 好 这个是行不同的 好就是基本上 呃 成大的硕士班的学生应该要能够阅读英文 好 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素养 那对于各位同学之后 呃 在设计上工作 呃 你能够掌握英文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能力 所以第一个 我不鼓励大家使用Google翻译 但你去查单字啊 什么 难免没有关系 可是我更鼓励大家 呃 就是在英文里面阅读 不懂的字呢 你就去把那个字查出来 到底什么意思 你用Google翻译也好 你用电子词典也好 用纸本的词典都没有关系 就是 呃 一个字一个字的去阅读 而不要是你整段试 就丢到Google翻译里面去让它来翻译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 呃 请大家 呃 预留足够的时间来阅读你要报告的文章 那基本上我的经验 是一篇文章大概 呃 按照各位同学的英文程度 呃 可能有好有坏 可是 呃 我会建议你预留两个礼拜的时间来阅读 就是一篇文章可能会需要你两个礼拜的时间阅读 因为你不可能一天 呃 八个小时二十四小时都在读英文 不可能 你一定会读到烦 所以 可能很可能你一夜 好 大概会需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一开始的时候 假如你没有英文阅读的习惯的话 你可能一夜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阅读 读完之后你今天就不能再读了 所以你就要到等到明天或后天 才有办法继续往下读 所以请大家预留足够的时间来做阅读 那这样你的阅读才会有比较好的理解的品质 好第三个呢是我们会提供一个范本 好来让各位同学做你的presentation 那presentation呢 内容是你要跟大家报告 关于你所阅读的文章的内涵 是什么 好这样子 那这个我会提供一个样本来给大家 然后那个样本上会注明说 怎么样来做一个好的presentation 这样子 关于阅读的presentation 第四个是 当你发表完一个文章之后 或是在发表的过程当中 我们期望每一个负责每一篇文章的同学呢 你要带领全班的同学做一个讨论 关于你所阅读的主题的问题的讨论 这个作者他想要表现 要想要回答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他怎么回答 好然后你把这些问题 用你的方式把它描述出来 然后引导大家来对话 来对于这个议题来提供给大家的看法 然后来做一个讨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这个训练可以让你真正 可以促进你真正去理解这一个文章 他想要阐述的人文内涵到底是什么 好最后一个是 当你讨论整个课程讨论完之后呢 每一篇文章 我们会期望同学 做一个简短的podcast的录音 好那这个录音 你可以自己录 然后你如果想要有好的录音设备的话 你就来我这边 我这边有很好的录音设备来 来来来让同学录podcast 我我们这个部分 可能会在跟各位同学做比较细节的说明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还需要去把这个东西 账号啊什么去把建构起来 让各位同学做发表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大家把你整个 你阅读到理解到的东西 还有跟大家讨论之后的一些结果 可以浓缩 浓缩到一个大概五分钟左右的一个talk 来训练大家 表现一个概念 或者是表现一个议题的时候的演讲的能力 好那各位同学 你之后在研讨会上一定也要发表 好那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训练 你做一个简单的talk的一个方式 好那你要用英文用中文都没有关系 好这一个podcast的录音 我们开放让大家使用中文 好所以 整个学习来说我们要做做哪些事情 好在最后跟大家做一个整理 好我们要做事情有四个 第一个就是你要做做出你的这个物件 好你要做出你的设计 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场域里面去 好当然这个这也包括到就是之后的改良啊等等这样 第二个是你做这个这些东西 你当你自己你也会去把它做一些这个记录嘛 你会有你的过程中的图啊 或者是你可能会拍摄一些照片啊 或者是简短的影片啊都没有关系 好就是你把你的这个整个设计的作品呢 你要做一些记录 第三个 呃最后我们有要求同学写一个 报告 好那这个报告呢 就是一页 然后 呃里面内容要有你 关于你的设计 还有关于你对于场域的一些 呃你的设计实物 呃设计做完之后的一些感受反省 还有对于你的 呃这个设计的理念 还有关于理论跟知识的一些反思 好等等 我希望各位同学你把它写成一篇 尽端的报告 好一页的报告 好然后如果呃 各位同学这学期的这个 工作水平 呃很好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这整个报告呢 全部汇整起来 然后把它呃 发表到呃 期刊或者研讨会上面这样 这我们就看状况而定 好最后一个是就是podcast 好就是关于你的阅读的那一个部分 好你阅读的 呃 呃 呃 还有讨论之后 你自己把它 把它变成一个很简短的 五分钟的一个podcast 好这就是这学期 你必须最后要交给我的 呃四个 好四个 呃 比较具体的这个作业这样子 好所以呃 想要加签这门课 或想要退选这门课的同学 好所以你可能要考量一下 呃你的时间 呃你的兴趣 好是不是符合这门课的需求 好 那呃 呃 关于这门课你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有一个Facebook的社团 好这地方麻烦 呃有修这门课的同学 请你务必加入这个社团 就是我们所有的活动啊 或是一些公告 我们都在这个地方好来告诉大家 好那请务必要加入 好就你若没有加入 我可能就会以为你没有修这门课 这样你可能也会miss掉很多重要的讯息 好那你有什么关于课程的问题 也欢迎在这个脸书的社团上面提出来这样 好以上就是关于这门课的说明 还有呃这个这门课的开场 好感谢各位同学